好 现在我们来讲解一下达马7的这个 这个是电源开关 这个是温度的 这个是红色是暗示的打一次 这个是打印的开关 这个关掉可以停滴 还有这边 这边是那个设带 设带有这个来换设带 你可以转到那边放过来 这边有回收的 就是打印方向的话 就是主要靠这两边 这两个 这边有螺丝弓 那边也有 我们 如果要前后离动方向 就是主要靠这几个螺丝 就是把这边松了 想要往边移 就往边移 这边有螺丝弓 然后是左右 左右方向的话 我们可以调整上面 上面的两个螺丝 把它拥松 把它拥松以后 就可以所提起来 可以然后左右左右移动了 就想要打哪里就 移到哪个地方 然后再固定 这样就是左右 左右位置的调节 还有我们那个方向的话 就是整理 整理 整理 整方向 要打反的话 就是整理 拆下来 然后 下来 这样 这样 反个刷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把它固定 它下面是有螺丝粉 然后我们再把它固定 这就是它的调整方向 还有有时候要调整它的高度 有时候打印度精细的高度的 这里有在两个楼梯 有这个高度 问事例呢 就是我们在加设计 显转45度 拉出来 再拧这个螺丝 把这里拿出来 把想要打的刺装进去就可以了 我放到这里就 就放进这个的 谢谢 谢谢观看